确实天灾无常总是令人措手不及 在尼泊尔的这一起强政到现在呢 已经将要届满三个月了 各种重建工作都在进行 也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援助 陆续的投入 来自泰国的一个琉璃光基金会 就前往当地举办了一场祈福法会 也跟慈激之工在尼泊尔多所交流 把微笑带到尼泊尔 泰国皇家海军医院皮尤洛将军 带着自己已创立20年的基金会 志工12人到尼泊尔和慈激志工 为中长期援助计划进行交流 在泰国长期护持佛法僧的 靖思琉璃光基金会 特地举办一场供养法会 邀请在地11所寺庙法师和小沙迷 200多人参与 慈激基金会也受邀合作 致赠毛毯表达关怀 大约新闻真善美之工 江诗文 蔡慈澄尘 尼泊尔报道